在风神演义中 凡是在武王法咒或者相关的场合 和战役中战死的神仙 或者能力优秀的凡人 都可以真灵归入风神台上的风神榜 等江子牙完成武王法咒的任务后 在风神台上主持风神 最后成为365部众神之一 这就是江子牙在风神演义中的最后使命 也是那些能力 根性 造化等等 不足的大战参与者的最后归宿 然而在风神演义的术中 有的人或者神仙并没有死亡后 直奔风神榜而去 而是被人复活后再度出场参战 这是为什么呢 如何才能做到死而复生 逃脱风神榜的管辖呢 在讲死而复生的问题之前 我们要再度强调一下 风神演义时候的天庭背景 此时天庭就是一个空壳子 除了寥寥无几的大小猫三两只 本身并不像后世一样 有完整的治理三界的能力和职能 风神榜和风神大战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为天庭提供充足的公务员 完成组织架构的建设 为天庭治理三界做准备 由于风神演义中的神仙 都是崇拜自由的 因而没有人愿意去天庭受遇敌约束 所以只能在风神大战的 被淘汰者中去忧中取忧 由于天庭是个空壳子 那天庭的下属机构也差不多 除了龙王这部分有人管之外 什么三山五岳 群星猎斗 六岛轮回等等 都是没有正常运转的 也没有神仙去执行后世才有的职能 这些地方的职位 都等着江子牙风神的时候进行分配呢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人死了咋办 谁去管理死人和他们的灵魂 说实话 从风神的全数来看 在江子牙风神以前 这块区域是无人职守的 所有的人死了就这么晃着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这里面有个重要的案例 就是陈塘关李经的儿子能诈 他也是第一个死而复生 且摆脱风神宝的人 当然难诈死而复生 按泰里真人的解释是 能诈不在风神宝上 实际上 风神宝只是个公务员招聘计划 并没有指定名字 只是有职位和数量而已 因而 太义真人的说法 只是他帮难诈死而复生 摆脱风神宝用的借口而已 能诈打死了 熏海叶叉 李耿和龙王三天子敖比后 被四海龙王追到陈塘关 李经关帝中讨论命战 于是按照太义真人的吩咐 能诈削弱还副 踢骨还副 一个人抗下了罪责 让李家摆脱了来自龙王和天庭的威胁 然后身为魂魄的能诈无处可去 也就晃到了前原山金光洞 找太义真人想办法 太义真人给能诈处的第一个办法 是在城堂关外的翠平山壁 能诈行宫 通过老百姓的败迹重塑精深 于是能诈托梦给自己的母亲殷夫人 在威逼利用下 殷夫人终于拿出私放钱 帮能诈盖了庙宇 于是能诈就在这里享受人间香火 积攒功德准备重塑精深 按照太义真人的预计 只要香火和功德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重塑精深 接着就能复活了 可惜的是在积累香火和功德的步骤 还没完成的时候 能诈行宫就被利金给烧了 于是能诈复活计划被打断 好在积累了香火和功德后 能诈已经有了刑 最后通过莲花化身的办法复活 也算是太义真人的备用方案 虽然在之前已经死了 可是通过手段复活后 就不在风神榜的名单上 江子牙风神的时候 自然没有能诈的份 通过难诈死而复生这段 我们可以总结一种神仙死而复生的办法 首先死而复生的目标肯定是神仙 凡人绝对不行 其次死而复生的过程需要外人帮忙 不能像僵尸一样自己都活过来 第三 神仙大街中死而复生 一定要赶在江子牙风神前 因为风神以后就跑不掉了 具体方法是通过积累人间的香火和功德 当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再以法术重塑精神 进而达到复活的目的 如果有上等的身体材料 也可以减少香火和功德积累的程度 天前复活 鼻如难炸 这中间要求受众必须是神仙 因为神仙才有法力重塑精神 而且在积累香火和功德的过程中 必须通过显生这种手段来圈粉 粉丝越多 积累香火和功德的效果越好 这些都是凡人的鬼魂 完成不了的任务 这些都需要在江子牙风神前完成 如果拖到风神后 要么被风神 要么被运行起来的地府管制 没有复活的机会 这是人类神仙的一种死而复生的办法 对于妖怪修炼而成的神仙 也可以死而复生 这里面有个案例 就是轩缘粉三妖种的玉石琵琶精 玉石琶琶精是女娲娘娘安排来迷活咒王 败坏商朝国政的妖精之一 与化身苏打几的九尾狐狸精一样 都来自于朝歌城外的轩缘粉 在玉石琶琶精正式进宫以前 是偷偷地藏在昼王宫中吃宫女的 由于江子牙在朝歌城开馆算命 而且名声大战 吸引了玉石琶琶琶来砸场子 玉石琶琶琶自不量力 被江子牙拿住要害挣脱不得 最后在皇宫的摘星楼前 被江子牙的三妹真火烧死 玉石琶琶琶死后化作原生 就是一件玉石做的琵琶 咬后打几将这件琵琶悬挂在摘星楼上 日日祭拜 让其吸收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 最后复活成为王贵人 成为葬送商朝江山的祸首之一 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这种妖物修炼而成的神仙 是没有魂魄的 或者说死后魂魄不会乱晃 只要圆形还在 对圆形采取一些死而复生的法术 吸收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 也是能够死而复生的 被太义真人用九龙神火罩烧死的石琶琶琶 就适合这种情况 可惜的是 石琶琶琶死后化作圆形的灵石 在太义真人手里 太义真人肯定不会给敌人搞什么死而复生 于是拖到封神大战结束 江子牙封神的结果就是 石琶琶琶成为了天庭的月游星君 通过这点来看 结教的一大批奇奇怪怪的神仙 也是适合用这个法子的 前提是要能够从铲教神仙手中 抢回他们的冤心 封神演绎中还有一位死了三次的神仙 都被盗友复活的 这就是封神主角江子牙 江子牙复活比较简单 而且很幸运有着大神鞭护身 首先他三次死亡 都是没有伤到自己的身体 而是元神受了重创 这样一来复活就比较简单了 只需要解决灵魂的问题就可以了 江子牙身边的队友都比较靠谱 每当出师的时候都能够冷静分析事情的关键要点 然后分工安排解决 只不计还有原始天尊保驾护航 因而出不了什么大事 结教的一些神仙也有死而复生的机会 只是队友都比较猪 白白放过复活的良好时机 甚至为了报仇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比如说赵公明 他是贝露鸭盗人的盯头七简术咒死的 本体的损害也不大 具体情况与江子牙相似 找通天教主动点法力也能复活的 个人觉得不需要通天教主出手 四大弟子都能搞定的 实际上赵公明托梦给三肖姐妹的目的 就是要让他们三个找机会复活他 可惜这三姐妹那个冲动啊 不依不饶的 非要先给赵公明报仇血恨 再找通天教主说复活的事情 结果白白的错失了复活赵公明的时机 现场也少了一个强大的激战力 还把自己三个陷进去了 这他妈猪队有当道 咋打的阴吗 所以说只要冷静分析形势 把握好机会 结教也不至于那么多人上榜 主要还是这些结教神仙 都是一根筋的货色 没有很好利用风神大战中的机会 才导致损失惨重